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美朝领导人在越南河内的第二次峰会 今天出现令人惊讶的转变 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会议在没有任何文字签署的情况下提前结束 特朗普总统说他宁可达成一项好的协议 而不是仓促的达成协议 特经二次会议谈崩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景 是否再次的蒙上了阴影 对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 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第一位是韩国韩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 金教授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是独立政治评论人高兴 高兴先生您好 欢迎您 你好 谢谢 欢迎两位嘉宾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写信VOA China 首先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我知道高先生可能一夜没睡 都在关注这场峰会的进展 那么金教授肯定也是在首尔密切地在关注这场峰会的进行 我想先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 金教授您先来谈谈 我们看到了没有协议没有原先预期的签署仪式 那么也没有联合声明 对于这样的一个峰会的结果 您感到意外吗 所有的韩国政治学家 包括韩国的行政官员 清华台都是觉得没想到的最大的意外 为什么呢 就是昨天的他们俩的表现到今天的进行的过程里头 他们都暗示了可能要达成协议的 但是会中午以后他们的一些转变 可能他们俩的谈判之间就是互相找到了 跟自己所想的内容不合的地方 所以这个谈判可能是互相之间发现 在以后如何改善的那种阶段 但是这个谈判结束以后 两个人分手的时候 还是满面带微笑的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分手了 所以这个谈判就是进行过程里头 去年到今年都有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可能他们也可以达成协议 但是现在达成协议 也不能完成非核化的这种过程 因此他们可能这次谈判的破裂 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破裂 他们还是留下来一些余地 就是下次继续谈 那么高新鲜人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也强调 这次谈判是没有破裂的 双方还要继续在谈 您对于今天的谈判 或者今天的会谈走向这样的一个结局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呢 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一纸协议 没有一纸上一次传奇 第一次传奇会那样的一纸联合声明 这样的东西 就是双方呢 虽然面对笑容的出场 还是给人感觉是不欢而散 那么意料之中的是 即使有一份联合声明 即使有一份协议 我想内容呢 还是比较空泛 即使有的话 因为我们不太好想象 这一次特朗普去越南和金正恩会谈 就能够达成一个 那边保证完全无核化 这边保证完全解除制裁 一步到位 本来大家都没到期望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知道在这次川纪会之前 外界评论 包括美国政界 美国媒体 甚至是川普的政治对立面的评论 都认为 或者说都担心 川普会孤注一掷 川普会为了拼政绩 是为了抵消 他在国内现在面对的 一系列对他不利的杂音 而冒险去向朝鲜 去做出重大的让步 但事实上 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 假设川普总统 在这一次向金正恩做了重大的让步 那么只会在美国国内 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遭致更多的诟病 所以我想在这之前 大家应该就已经预料到 实质性的进展 不太可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 是 我想金正昊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八个月前的 这个新加坡的第一次峰会上 双方签署了这个联合的声明 当时其实就有很多人在批评说 这个联合声明看起来 仍然是具有象征意义比较大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那么这一次呢 更精简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协议 没有任何的声明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 白宫方面一再地强调说 这次的今天的这个峰会 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 有进展的 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这样 去年的会议是互相之间打招呼 交换了一箱数的 今年的会议呢 他们互相讨论 互相探索过程里头 就发现了对方对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所需求的内容呢 就是谈判的内容不合 为什么呢 就是朝鲜要求的是呢 他不想完全放弃核武 但是呢 他想尽量多得起 解除制裁的额度 那美国来说呢 没有得到完全的废核 他就是战略方面 不能拓展下去 所以这次的最大的成就呢 他们比去年有进步 互相之间的一些联系方式 而且人际关系 还有一个网络都形成了 但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些差距的 这个如何拉近这个差距 能解决朝鲜 如何化的过程 是 高新教授 我想请教您继续来谈一谈 就像刚刚金教授所说的 双边可能都在今天的峰会上 发现了 对方有一些我意想不到 或者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内容 所以才导致各自的决定离去 而不参与任何的协议的签署 那么这一点上 很多的媒体也都把它归结为 这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美国要求的是朝鲜完全弃核 而朝鲜方面要求的是 美国以美国为主的 这些国家全面的取消制裁 也有人说这到最后 已经演变成是鸡生蛋 蛋生鸡的问题 可能很难加以破解了 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 这一次 这第一次新加坡的传金峰会 毫无疑问 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因为是从零 从无到有 因为是从不接触 从冷战到开始的接触 当然它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从美国方面 从川普总统的角度 他可能是太过于自信 他自己的那种亲和力和感召力 他总是希望 如果他自己能够亲自和金正恩见面 那么在和金正恩见面的过程中 让一个巨大的经济发展 前景的许诺 能够打动金正恩 但事实上呢 我觉得川普总统呢 还是低估了金正恩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你刚才说的 关于是先有废核 还是先有取消制裁 真的是一个鸡生蛋白诞生期的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破解的死结 因为首先废核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应该是几年 应该是多长时间 那么这个进行了哪一步就解除自裁 还是说双方签出一纸协议 那边的协议同意 我马上开始去进行一步一步的废核过程 我也同意让国际组织 让美国方面派人去观察 就是所谓的可核查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 你同时就必须给我解除制裁 不说完全解除制裁 至少是大部分的解除制裁 能够保证我的国际民生 能够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 得到迅速的改善 得到迅速的发展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就觉得 无论是中国参与 还是中国不参与 将来的金正恩 将来的川普总统 在这个死结上都很难突破 更不说金正恩本人 他自己利用这个核武器的目的 本身就是要对全世界进行合照 本身就是要要挟美国 在这个前提下 如果他轻易放弃这样一个筹码 那么他换取的将来是什么 金正恩这样一个多变和多疑的 独裁政策领导人 要想被川普总统的 这种个人情感去感化 我认为很难 而且朝鲜无核化的前景 我也觉得你从远景来讲 我不知道 但是从近景来讲 我是持悲观态度 好的 我们稍后回来 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时 我们要继续来谈谈 有关中国的因素 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总统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提到 谈判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是因为朝鲜方面要的太多了 那么就有舆论在分析或讨论 朝鲜方面能够漫天的要价 这背后与中国有多大的关系呢 是不是因为有中国的撑腰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展 那么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 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不过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在网路上 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想要就今天的这场特经会 在越南河内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结束 大家都有很多的看法与想法 我们来看看 网路上的民众和观众朋友 他们是怎么看的 第一位这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 他说朝鲜不会放弃核武 朝鲜核武只能靠武力解决 否则美国和西方就得承认 朝鲜是拥和国家 如果承认朝鲜拥和 那么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 也会要拥和 为了保护自己 韩国 日本 台湾 以色列 也都会要求拥和 其他的一些国家会相继地效仿 全球性的核扩散将难以避免 核扩散的后果会引起核战争 对朝鲜动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 如果核扩散爆发战争 那就是难以控制的人类毁灭了 何去何从 就要看美国和川普的选择 下面这位署名叫Banana Peter的这位网友 他说美国需要保持现状 拿正义做游戏 是想占领道德制高点 为自己争取更多资源 如果中国或者朝鲜真的三权分立 美国人就急了 美国也清楚中国和朝鲜 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 所以才敢在那里大放厥词 下面这一位署名Fresh Sun的这位网友 他说川普明白要解决朝鲜 先要解决中共 没有中共这个西朝鲜 金正恩哪会白白胖胖 所以川金不会有三会了 川普会将这一次的失败 算在习近平头上 加征关税这个大棒 将会狠狠地打下去 这点很有意思 我想高兴先生您大概听到 我们刚刚这位网友的评论 那么把中国因素带到今天的这场 特经会来进行探讨 很多人也联想到了 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 我想先请您谈谈 就刚刚这位网友他说 川普现在已经明白了 要解决朝鲜 要先解决中共 川普会把这次的失败 算在习近平的头上 您怎么看呢 我想要从这个前不久 金正恩访问中国 然后和习近平又是重新开始了 所谓的同志家兄弟之后 新华社曾经发表了一个报道 说到习近平他表示 中朝两国两党的勇宜 要从我们的父辈那里继承到现在 无论从朝鲜半岛局势 从整个地区的战略格局 从朝鲜本身的需要 从我中国本身的需要考虑 那么朝鲜半岛不能有何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 半岛不能生变不能生乱 不会因为一时一时来改变 我们中朝两党两国 永远的继续的友谊长存 那么从这个角度他说的一事一事是什么 我们只能理解成制裁 所以现在我不能够直接就说 现在的第二次川级会 整个过程中就是中朝两国领导人 在唱双簧 但是我想朝鲜在和美国达成 进行第二次川级会的共识的时候 肯定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默许 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赞同这是第一 第二所谓的中国因素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在新闻报道中说到了 特朗普总统说的 他的进口93%都来自中国 我完全不相信 中国一直都是在百分之百的坚定的 不打折扣的执行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如果中国是百分之百的不打折扣的 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决议 包括俄罗斯也是不折不扣的 像美国 像英国 像法国一样 执行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那么金正恩政权从国际民生 从经济角度很难想象 它已经持续到了今天 所以说中国因素肯定是决定了 未来的美国和朝鲜两国元首 还有没有第三次会谈的最重要的因素 金正浩教授您的看法呢 您认为这个金正恩所谓的漫天要价 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中国方面的默许或支持 那么中国因素到底对于美朝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发展 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其实中朝边境来说 它俩国家的一些密切关系 是我们容易目睹的 但是从世界还有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开始呢 互相之间的物流的较量 我们可以看得到豁然的一个降低了 现在呢两边的这个交易也是不是很灵火的 而且到处都有铁网的 那我们先看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抗热战争时期 到朝鲜战争时期的他们的一些相互疫情关系 现在保存到现在呢 现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关系来说呢 朝鲜有朝鲜自己的想法 这个中国呢希望朝鲜这个国内经济一定要改革开放 那中国也是一定要支持这个非核化的过程 但是这个一个问题 低延政治的问题 它俩国家的有些一个默契呢 可能是互相之间是一个互相活用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是他透过丹东沈阳往下走的这个过程里头 到一个越南的平翔 在这个越南的这个过程里头 可能坐在这个列车的所有的朝鲜领导 以及工作人员呢 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 也看了一个越南的改革开放成就 这个这个显示就是说 这个非核跟改革开放来相比的话 对比的话 朝鲜已经认同 或者是他们知道一个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性的 所以中国呢也有些部分是对朝鲜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新的观点来说呢有不少的帮助 但是一些政治因素来说呢 这个问题互相之间呢 也是遵守世界的规定的 这次这个特警会的一个破裂啊 实际上是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 还有日本还有这个周边的其他国家都是很担忧的 因为朝鲜的这个非核呢 这个东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美日韩的这个同盟框架之下 这个东北亚的一些我们说战略上的这个对称 和平的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之下经济发展下来的话 东北亚以后会变成过去的东南亚一样的 就是和平共同发展的地区的 那么我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网络上的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然后我们再继续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进行点评啊 下面这一位署名叫Kazuo 于的这位网友 他说不知道金正恩算是什么好人 我知道这是交往策略 但是无立场的说他是好人 只会被他用来宣传 这下全朝鲜老百姓都会知道 美国总统夸金正恩是个好人 这位署名民国1945的网友呢 他说贸易战白干了 朝鲜核问题也白干了 都成了半吊子工程 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西雅图的这位网友 他说川普拿经济发展诱惑金三胖 但金三胖要的不是钱而是权 所以独裁国家不缺钱 为怕失去政权 还有这位署名叫Eric Lowe的这位网友 他说我觉得半岛危机的最大问题 还是朝鲜的世西独裁 以及中国和美国在处理此问题上缺乏合作 美国必须要认识这一点 尤其是现在以及将来 处理中国周边的所谓再平衡战略 不要玩过火 还有这位署名叫智超元的这位网友 他说河内峰会本来应该是走过场的一次会议 双方就重要议题本来应该已经由下属谈妥 却来了这么一出朝鲜临时提高要价 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朝鲜政权根本不可信 朝鲜拥合是金正日的政治遗言 也是朝鲜的最后保护伞 朝鲜不可能放弃 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早日认识到 朝鲜的出尔反尔和邪恶的本质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想请高新闲人来谈一谈 刚刚金正昊教授特别提到了 中国方面对于朝鲜在走向经济改革方面 是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人也说 这一次包括特朗普总统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 他在记者会上说 他与金正恩在谈判的时候 多次提到了中国 还有就是今天特经会 以这样的一个没有协议 没有结果的情况结束之后 中国方面也证实了朝鲜的外务省副项 李吉成在今天立刻就到了中国 去进行访问 相信他是去北京来做有关的汇报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 随着金正恩他如果结束了 这个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后 他要继续的搭乘他的绿皮火车 穿越中国回到朝鲜 那么在他回国的这个路途当中 是否有可能再见习近平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您怎么样看呢 我想首先从他回国以 在回国的途中 就在中国境内某一个地方停留 直接去见习近平 我对这个可能性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 因为这样会令外界直接感觉到 金正恩是直接听命于中共政权的 他只是他这一次的和美国总统的会谈 只是像末偶一样 都是由习近平 都由中国共产党政权那边的 一步一步直接操纵的 我想为了免除外界如此诟病 免除外界如此猜忌 他直接去向金正恩汇报的可能性 我表示怀疑 但是接着我们刚才金教授所分析的 刚才网友所提到的 就是金正恩在他第六次核实验 也就是他声称的那个清淡实验成功了之后 他很快在美国已经 不一定说是美国政府 但是整个世界舆论已经发出了 要对他进行外界手术打击 这样一个严峻形势下 在自己国内民不撩充的前提下 他迅速采取了和美国改善关系 和中共政权修好这样一个措施 我想他采取这样的措施 首先和中共方面毫无疑问 我们先要提醒一下 就是中共方面内地内心里对习近平 对金正恩百分之百满意 当然不是 我见过一个报道 说是日本的某一个议会 还是什么样的代表团 再见到栗战书的时候 就是现在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向他们表示了 说金正恩这个人很难搞 有时候我们的必须 要对他再三劝说的情况下 需要容忍的时候 还必须容忍 我觉得这可能表达了习近平 和中共现场的人 对金正恩的一种基本的判断 和基本的感觉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习近平 至少已经像在几次和金正恩会谈之后 至少已经让金正恩放心了 就说是那政权从内部改变 他金正恩个人的独裁 被从内部推翻 基本上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前提 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暗中支持 那么从外部被推翻 直接包括了局部战争 或者外科手术打击这样的局面 他现在也避免了 为什么呢 他和美国已经走上了谈判桌了 这样呢 就为他金正恩争取了相当的时间 与此同时 中共方面可能也非常明白 就是刚才你比喻的 鸡生蛋和诞生的问题 还是诞生机的问题 这是一个死结 在这个死结结束之前 在这个死结被解开之前 金正恩 习近平政权所要考虑的就是 朝鲜不能升战 这个已经保证了 为什么 因为金正恩和美国坐上谈判桌了 那么朝鲜不能生乱 不能生乱就要靠他起码要维持 起码的国际民生 就要回到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在制裁角度 我想呢 维基他国际民生的一些东西 包括朝鲜向中国出口煤炭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当然 中共方面曾经高调宣传过 某些高科技的东西 某些跟武器相关的东西 他禁止运到朝鲜 而且呢 他还做了相关的表示 他遵守联合国作为决议 但是呢 能够保证这个政权起码的生存 从这个角度的贸易 暗中贸易 我认为一直在进行 或者说暗中支援 是 金正恩教授 我想继续回到您 我们知道 在今天的特经会结束之后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 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说中方希望朝美双方继续保持对话 相向而行 那么金教授您刚刚也提到 今天的特经会做出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以说让很多的周边国家 可能也感到一些遗憾和失望 能不能够我们谈谈 从这次这个峰会 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 对北京来讲 北京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很多人看不出北京的反应 您能不能为我们分析一下 刚刚还有分析人士说 这其实是习近平所乐见的 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每个政治家都有一些判断 不是只看一方面的 他另外还有里面的东西 就是立体分析的话 这是金正恩访越南 就三个目标 第一最大的目标 要跟特朗普谈一个非核的这些谈判 以及反而制裁的问题 第二呢 它就是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政治稳定过程 国外的话就是外交宣传 它就是透过绿皮这个火车 走到那边过程里头 它已经就是给东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 包括全世界 它是宣传了他们是个一个正常国家的 第三呢 这个火车里头的一些人是 学习经济改革开放的 这个市场战略的一个学习团 所以这个方面他们也得到不少了 学到不少 他们到越南也是个国家之间的访问 所以他在越南的访问行程都会完成的 另外一个他们回程的时候 能不能见到这个中国的领导 现在没有什么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一个问题 这个特津会谈得顺利的话 就是达到一些学年的时候 他回去的过程里头 就是见到一些中国的领导是没问题的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中美关系也不是很理想的 一个贸易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他回去要见那边的领导 然后中国跟他们就一些保障 或者是他们之间显示出来 就是互相的一些特殊关系的话 这个对世界政治 就是我说的一个中美关系 发生一些矛盾 因此呢 他们要处理的方式 都是中国特殊的方式要处理的 所以现在他就回程的时候 他就是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是没错 但是没有得到这个特津会的好结果的这个时刻 他就去那边做一个政治宣传 这种活动是可能是我们就是预料不到的事情 可能不会实现的 好的 我们谢谢金教授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的网友们 现在有非常多的评论进来 下面这位署名叫真良朱的这位网友呢 他的看法是川老大一旦失去了紧逼的胆气 就会给中共喘息的机会 中共一直以拖延迂回的策略来应对 川普应该要步步紧逼 同时要严防死守 毒死一些人自以为是小聪明 要像肯尼迪总统一样 拿出不达目的不妥协的气概来 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从德不从军的网友说 双方有差距很正常 能坐下来谈就是好事 想想朝鲜战争那都是谈谈打打 还有这位署名叫YCC0800的这位网友说 特金会双方未答协议 特朗普如此进退两难 回国恐怕受到民主党的质疑 成为特朗普连任上的难题 而这位署名STGY007的网友 他说没有达成协议虽然很惯惜 但是美国坚持原则是令人尊重 这是必要的 而下面这位署名Edwin Chan的网友 他说我猜到美朝不可能达成无核化协议 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给自己的对手一次重击 来让对手清除自己的实力 例如关税升级或强力执法 请美国政府把朝鲜问题 与美中贸易战进行捆绑 以贸易战来逼迫中共终止援助朝鲜 最终迫使朝鲜 中共来让步 这一点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有意思的是 在今天的特经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 有不同的评论 那么在美国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专家 同时也是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张家敦先生 他就在推特上发了这样的一段推文 他说特朗普拒绝与金正恩达成坏的协议 这一点可能吓坏了习近平 习近平还指望特朗普能够与他签署一个 北京无意来履行的贸易协议 我想先请金正浩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 您怎么看张家敦先生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刚刚这位网友说 应该要把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战来捆绑 用贸易战来逼迫中共停止援助朝鲜 您怎么看这样的建议呢 对 国际关系的一些体系跟格级的理论来看的话 也多少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大国关系的一些贸易战呢 影响到全世界的 特别就是这大国 两个大国有关联的一些国家呢 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例如今天这个谈判呢 就影响了韩国的股市 然后我们看这个朝鲜的飞和过程呢 也不只是一个中美两国的问题 因为朝鲜半岛附近就有俄罗斯 日本 中国 蒙古等等的国家 这里头就是韩美同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基州 那我们看这种框架里头 两个是应该分开来看的 因为一个问题你针对就是制裁飞和这个问题上来看的话 这个跟贸易那个矛盾来连接的话 韩国是就是两个这个问题都是影响韩国的 所以有一些贸易谈判的内容 跟那个飞和的内容是不完全是一致困绑在一起的 从政治来说呢针对中国的是针对中国 针对朝鲜的应该分开来这个进行 因为亚洲啊也有中国的一个友好国家 也有跟美国的就是我们是同盟国家 这种框架之下贸易是影响其国家之间的矛盾比较多的 然后飞和呢围绕朝鲜半岛的事情 就是国际体系里头来看是比较正确的 好的谢谢金教授 那么高金先生您的看法呢 美中贸易战是不是应该要来与朝鲜问题进行捆绑 那么是不是就像刚刚张家敦先生也说到的 这个朝鲜与美国的两位领导人可以见面 但不签协议 这一点是否也会让北京重新思考 未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应该要认真来对待呢 我想从这个角度讲 张家敦先生的分析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把朝鲜问题和现在美中贸易谈判过程中 中美方向中方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都捆绑在一起 只会使这个谈判变得更加艰难 只会使未来一步的中共政权目前还没有明确答应的 下一次的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共同签署一项协议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所以呢我认为现在的这一次川军会有没有联合声明 有没有一纸泛泛的协议也许呢是在中共政权的猜测之中 但是呢没有一个马上就宣布无核化 马上就宣布消除制裁这样一个协议 这肯定也是中共领导人中共政权意料之中的 其实刚才讲到的陆坑所说的美朝两国关系应该是相向而行 行稳致远 也就是说中共政权非常明白 现在的第二次川军会就是保证了这两个国家没有背道而驰 没有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还是继续在一个平行线上继续往一个方向走 那么这两个平行线什么时候能够交织能够交进入一个交叉点 陆坑已经说了行稳致远早着呢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 我想呢如果说习近平为这一次没有具体的成果而感到沮丧 或者习近平因为这个川军会没有达成一纸协议而吓破了胆 而把原来自认为对川普总统的和他见面就能够达成一纸 让川普做出巨大让步的 让川普做出巨大退步的这样一个协议这样一个想法 我不认为习近平把事情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之前习近平给川普的信里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刘鹤已经被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国大陆左派门骂成李鸿章了 但是呢这位现代李鸿章所做的一切 在美国谈判中所表现的相对低调 甚至《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也发表微博 说是美国强大相对美国强大 我们是必要做这些让步的 在这个前提下 我觉得未来如果很快就会举行川总和习近平的会谈的话 那个无论是在川普说的他自己的在佛里达庄园或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所要达成那个协议肯定是有相当程度突破或者说重大突破 那么如果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我觉得低于50%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友们的反应 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继续我们做一番评论 下面这位署名长得帅不如跑得快的网友说 川普应该很后悔不听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的建议 打蛇打七寸 情贼先情亡 所有的问题症结都在中共 为何川普明知故犯放了中共这个黑山老妖 美国的民主党和中国有勾兑 金三背后也有中共撑腰 甚至委内瑞拉都有中共在输血 为何要一退再退 直接往死里争中共的关税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话于无形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Kathleen Yuan的网友说 早就预料特经会啥也谈不出来 特朗普第一次就应该坚持不见三胖 和一个不知道规则为何物的独裁者 有什么好谈的 完全自我降低身份 这次谈崩也横横给了韩国左派们 一记耳光和重击 文在寅本来想指着谈判有结果 搞南北合作继续往北韩送钱 弄假的和平协议 提高他半年来因为急差的政绩 导致大幅下滑的支持率 另外这位署名叫Western Van的网友说 二次川金会谈谈崩其实并不非常意外 因为金三的立场众所周知 意外的是川普之前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动干戈 举行这次会面 这次会面成了一次高层次的作秀 下面这位署名傅政辉的网友说 川金二会破局说明美国可以继续忍受朝核威胁 而朝鲜目前还不想变成越南 另外呢 希望中国 他的看法则是朝鲜问题的实质 是美国和中共的问题 美国应该再解决了和中共的贸易问题 朝鲜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我想节目最后 我们还要花一点时间 继续来关注在朝鲜半岛未来的局势发展 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金正浩教授 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在这次的川金会 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之后 那么特朗普总统也没有说到 我们在第一次新加坡峰会上看到 他暂停了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上 并没有做出说 那是否因为没有谈成协议 就要来恢复与韩国的军演 所以各界也在关注 未来整个这个朝鲜半岛的走势 会是如何 那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您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可能第三次的峰会 暂时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朝鲜半岛的局势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吗 朝鲜半岛的局势是这样 现在南北韩之间 也不是完全对峙的 虽然韩美总统是很巩固 那一个问题呢 现在谈到第二次特进会的过程里头 互相就了解了对方需要的内容是哪些 这种矛盾呢 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捷径方法 所以韩国呢 可能会跟朝鲜也联系 也跟美国联系 可能要多少 它是底头要做一个调节的角色 这种框架之下 这是强烈的军演是不会 这个马上会进行的内容 为什么呢 这个半岛和平的机制之下 能解决的核武的时间快一来临的机会之下 你要就是用另外一方式一个碰磁的话 可能是东北亚这个地区呢 这个对立的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继续延长下去的 就是同盟之间的一些合作 和平稳定 这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废核过程 还有一个经济繁荣 然后周边国家也共同繁荣的这种框架呢 大家要理智 还有这次科学的方式要分析 这是特经会的两个领导呢 很冷静的理智的方式 进行了一个谈判 所以这次决定呢 就是这次会议 虽然谈了很多 但是没有得到结果 没得到结果呢 已经学到很多东西 下一次怎么做 所以可能下一次 可能会进行新的一些 两者三者之间的会谈 好的 那么高兴先生 最后还有一分半钟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想请您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未来朝鲜半岛的局势 将会如何发展 那么在今天的特经会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做收尾之后 还有人说 中国未来要如何的来继续介入 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我想是不是能请您用一分钟左右时间 谈谈您的想法 好 刚才我提到的所谓 陆坑说的行文致远 就已经说明了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是遥不可期 那么从近景呢 我在我自己的判断是 如果从上一次川金会到现在 朝鲜方面一直在相比于过去的基础上 没有再进行新的核爆试验 也没有再进行新的洲际导弹的发射实验 那么如果朝鲜方面还能够继续保持 不再进行新的核实验 同时也不再发射新的洲际导弹实验 在这个前提下 他没有马上采取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宁边核设施 没有采取这样的举动 我想朝鲜半岛的局势 在今天的这个前提下 也不会再继续恶化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前提下 能够马上有一个飞跃 我想刚才金教授已经讲到了 从南韩的方面 可是非常这样 是非常期待这一天 但是我想从美国方面 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提到了 这是一个不着急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的所谓不着急 其实也和陆庚说的 新闻支援到底是一样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进行结束了 非常感谢在韩国的金正浩教授 还有高兴先生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 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 两会前夕警告全党 习近平究竟害怕什么 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 我是郑韵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